投资拉一万块钱 在我们隔壁旋 装拉一大车 我们当地的一种特产水果 这种水果长在泥土下面的 拉拉有一万多斤 投资拉一万块钱 网友们来看一下 这里往屋都是 我一个星期看一下 能不能销路出去 赚个两万块钱 反正每年我都会拉这种水果 每天都会拉个几趟 每年都能挣个几万块钱 网友们看一下 你们当地有没有这种水果 有没有吃过 因为这种水果呀 在我们当地是一种特产 它是长在泥土下面的 非常好吃 在我们当地过年的时候 每家每户都会买这种水果 看一下你们认不认识 刚下完一大车 大家来看一下 也刚好装满我家这个小屋子 现在里面全部都是这种水果 今年呢 我就是打算用这个屋子 然后这些就一个星期销路出去 然后再装 这批的话 九千多斤 还不到一万斤 现在全部用这个包装装起来了 这里面有两种啊 有一种比较大的 然后也有比较小的 只有两种 下这九千多斤啊 非常的累 因为这种水果 大家都知道 这个水果呀 它比较重啊 所以这屋子里面呢 就是九千多斤左右啊 我现在拆一个包装 给大家看一下 摆放这门口来了 就拆这包比较小的吧 这种水果呀 在我们当地也只有过年这个季节才能吃到 所以啊 相当好买 像我进了两种 有一种比较小的就一块左右 然后大一点的就多几毛钱 就拆这袋吧 我们当地称这种水果呢 因为它是从泥土下挖出来的 然后也是有名而来的啊 我们当地都叫地雷果 然后普通话大家都说叫妈奇 我就拿几个出来给网友们看一下吧 因为现在天快黑了 在市场上能卖到15块钱一斤 利润相当的高 但是除了油费跟损耗之类的 也就两块钱左右的利润 像做这种活呀 也比较的累 很多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呢 都不愿意干 就是这种水果啊 大家看一下 沾满了泥土 大家对我做这种啊 有什么样的看法啊 欢迎大家屏幕下方留言